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宁宁君 先首先告诉你起地震的最新消息 南太平洋岛国北极外海 一个半小时前发生了规模8.2的强烈地震 震央距离恩多一岛281公里处 震源的深度559公里 目前没有传出灾情 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再为您做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 昨天辞世享受80岁 他被称为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人 调停了许多国际间的重大争端 安南在2001年与联合国 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 是第一位非洲裔的联合国秘书长 前后共两任的任期之内 安南带领联合国走过美国进军伊拉克 以及艾滋病猖獗等关键时刻 生前最后几年定居瑞士日内瓦 昨天在妻子还有子女的陪伴之下 于伯恩的医院安详此事 印度卡拉拉省大雨沉灾 灾情100年来最严重 死亡人数增加到了407人 还有22万人被迫撤离到避难中心 而洪水来得太快 许多人来不及跑 到现在还受困在家里 加上道路也不通 政府出动飞机空投物资 直升机直接开到住宅区送物资 印度雨季最近一波大雨从8月8号下到现在 11天过去淹水范围不断扩大 灾情也越来越严重 将近30万人撤离到避难中心 2万6千栋房屋毁损 还有4万公顷农地泡水 今年第18号台风中旅 星期五登陆中国大陆上海 一路往西北前进 狂风大雨造成淹水的灾情 而目前中旅已经减弱为热带新低气压 滚滚泥流冲到路面 整条道路就像暴涨湍急的河流 风雨扫过安徽省24小时的累积雨量 308毫米导致大范围淹水 强风也造成大量路数倒塌 安徽有16万4千700多人受到台风影响 1万7千公顷农地泡水 经济的损失9千300万人民币 将来回到台湾南投埔里 在17个小时内发生了七起有感地震 很多人担心这是大地震的前兆 气象局表示 根据历史的资料来看 过去埔里地震最大就是瑞士规模5左右 应该不会再发生更大的地震 民众慌张跑出店门口 监视器画面也严重晃动 南投埔里地牛接连翻身 捉一个啊 很大一大 他现在的地方是用准的 用正的呢 头上说话 他准一个比较大了 头上小的 根据气象局统计 在南投埔里从17号晚上 一直到18号上午共发生七起有感地震 其中最大瑞士规模5.0震度四级 这几个油感地震的深度 大概都有在超过15公里以上 算是相对来说 深度比较深的这个地震 那它的成因 我们基本上会把它 归因于是区域型的这种 运震构造所引起的这个地震活动 地震侧报中心搜寻过去资料来比对 发现这个区域规模最大的地震 大概就是5左右 预估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但未来一周还是不排除有雨震几率 大海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医药消息 很多人有白斑症的困扰 就是皮肤上有白白的一块 国局认为这无法治疗 但是透过免疫疗法 对症下药恢复的几率高达九成 大林刺激医院十多年来 就治疗了4万位白斑症的病人 从国小二年级开始患有白斑症的李拓北 多年以来被医师放弃 他只好采传统民俗医疗逆来顺受 南北奔波就医心理压力很大 我接受的治疗蛮多的 我在台北所有的医院我都看过了 你们听过的没听过的我都看过了 白斑在台湾社会应当是很普遍的一个点 是没有有效的治疗 我想可能95%的皮肤科医师都认为说 这就是没有药可以治疗 李拓北从102年开始接受治疗 至今就医五年 发现使用免疫疗法 针对病理激转对症下药 治疗改善率很高 95%的患者于治疗后三个月 白斑得到控制 而35%的患者治疗半年后 呈现皮肤色素再深的现象 患者对自己也开始比较有自信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放弃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改变不了它了 我必须接受它 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是我一个朋友 就在网路上看到一个转贴 他就贴给我说 那年生在院长这边有在看白斑 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 真的不要放弃 这个白斑是一个很普通的病 它是免疫病 它是可以治疗 所谓的免疫疗法就是说 你既然知道你这个疾病是在淋巴细胞 我就是直接处理这个细胞 虽然白斑症不会危害生命 但影响外观常对患者造成困扰 其中76%的患者则为单纯的皮肤白斑症 它的病变基转就是免疫细胞 去攻击色素造成的破坏 统计显示 24%白斑病人会并发其他全身性免疫疾病 如黄斑性狼疮 内风湿性关节炎 肝血 若为好好治疗将引发内脏器官发炎 严重者则会成残疾 应当随时追踪及治疗得以改善 一切的迷失也就是说 对于这种病七八十年都被认为是不可治疗的病 那给病人带来都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未来 那现在我相信这个迷失是可以打破的 民众若是发现身上出现异常白色斑点 既有持续增生情况 建议如有症状时请尽快就医 若未接受妥善治疗 放任病症 恐会让白斑范围持续扩散 早期治疗与观察有效摆脱 白斑困扰 7月吉祥孝亲祈福会 目前在台中举办总共八场 每一场都有许多感人故事 职工杨丽玉早年卖婚时 丈夫往生后接触慈祭 游婚 转速 而93岁的职工洪玉年从前卖纸钱 后来响应环保 不卖纸钱 更积极地回收资源 并带领儿女进入慈祭的大家庭 四代同堂 儿子还是医院的院长 穿着腰做分类 慈祭之工洪玉年 二十多年来为环保付出不间断 今年她已经93岁 与家人一同参加祈福会 真好 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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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洪玉年阿嬷早年卖金纸 听到正言上人倡导环保 她不再卖 也劝大家别烧金纸 如今四代同堂 天伦和乐 大儿子谢辉龙是竹山秀传医院院长 也是资深志工 每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老婆桑 真的我都要起一份恭敬心 好好的孝顺 七月孝亲 摘戒护生 慈祭之工杨丽玉早年在夜市卖婚时 因为丈夫往生 接触慈祭 从此游婚转速 杨丽玉投入慈祭 做福田 乐在付出 七月吉祥孝亲祈福会 动人故事多 台中市长林家龙 晚间率领一级主管 丽玉会场 见证感动时刻 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绎 包括我们的读经 舞蹈 还有很多的演出 也让我们更能够体认这个佛陀的这个 他要传达的这个爱 市府团队一同参与 收获满满 今天来这边真的是学乐一课 那我想我们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也会全力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吉祥乐 行善行孝 如素环保 不分贫富男女老少 感动之余 更需要你我身体力行 大爱新闻 张国端 杨俊廷 台中报道 每一场活动背后都有许多人默默付出 祈福会更有庞大的幕后团队 负责交通 乡机 厂控 器材 道具等等 另外还有仁义会的医师 药师 以及护理师待命 更有人直接参与了演艺 在医务师待命时 仁义会医师与药师利用空档 行家练习 演艺手语 内心期待又紧张 这一次参加演艺 意义非常大 受益非常良多 这里最多 有工作人员身体不适 医师药师们立刻回归本业角色 发挥医药良能 看诊用药 也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们就是说 要比他们早来 要比他们晚走 这是我们的原则 祈福会幕后 有人医会为大家照护健康 还有这一群团队 角色也是非常重要 佩戴着无线电的产控志工 在后台穿梭 一方面要注意台上的动态 一方面要引导人员上台 还有器材道具组志工 也是幕后相当忙碌的一群人 我们道具组的最大目的 就是让前面演绎的这些师兄姐 他能够把它很详细的 这种表达出来 幕前幕后通力合作 呈现最圆满的吉祥月祈福会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林圣旺 林淑淮 张宏达 台中报道 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 八天前发生了水灾 居民大部分已经回家 不过却是满地淋漓 此季志工带动已公带正 也出动大型机具协助清扫 并准备大型发放 志工回到台湾 向阵言上人报告 回到家园 全部都泡在泥泥中 这是菲律宾玛利吉纳河 暴涨后的惨状 受灾的地区还在复原 志工也将第一手消息 带回花莲 第二天就准备 五千条的面包 再下来我们就开始 看灾的行动 此季志工发起 一公带正 评估当地一天的平均工资 是五百块非币 为让他们尽早渡过南关 这次提供一天八百块非币 菲萨从地涌出 志工也希望不论贫富贵贱 每个人都能启发善心 做好事 用爱成就菲律宾 台湾远接听刘洪志 花莲报道 志工带动 以公带正 而玛丽锦纳市政府 也出动了重型机具 加快清扫的速度 而许多受灾的民众 尽管自己家里 也是一片的脏乱 还是愿意帮忙其他 更迫切需要的人 在灾难时刻 看到人与人之间 可贵的互主之情 被冲毁的堤防正在重新补墙 受灾居民穿起灰上衣 加入以公带正清扫行列 在顽强的泥泥 也挡不住众人之力 政府派出重型机具 清运事半功倍 经历河岸的住家 承受了最直接的大水 当时的洪水猛兽 如今变成粘稠污泥 屋主夫妻暂时棄身于 瘦容中心 先生中风不良渔行 全凭太太照料 谁在依赖更显无助 我希望我发现 因为我没有赶紧 因为我没有赶紧 我没有赶紧 给我们的家人 在我们的家里 可以吗 看似怎么也亲不完的淤泥 分秒都在一起 看似怎么也亲不完的淤泥 分秒都在一起 减少当中 志工帮助 灾民互助 这般踩在脏水中的生活 相信再不久就能够脱离 大海新闻雅关 菲律宾报道 曾经美国纽约分会 从2005年开始 到庄严四半议诊 照顾法师们的健康 而今年的议诊 包括了内科 外科 牙科和中医 美国佛教会的会长 菩提比丘表示 是这完全展现对生命的慈悲 大殿里的佛像高14公尺 是北美最大的一尊佛像 也是许多佛教徒心灵异归 体贴寺院法师 此季仁仁慧把一枕 扮在了庄严寺里 比起2005年初次结缘 科别更多更为面面俱到 希望说能够给供给他们 更完善完美的医疗服务 那这个可能呢 以后我们就是变成 每年定期的有这个服务 除了有牙科 有心电图 内科 外科 中医 针灸 物理治疗 营养之行都有 那主要还是以牙科为主 因为真的牙痛起来是要命 而且真的知道法师在这里呢 通常因为距离都不很方便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做到纯方位的 专科诊疗 尤其牙科还提供了后续转诊服务 在美国现在 医疗服务 甚至是医疗服务 都变得非常高 实际的人要来了 哇 我那股心情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当大家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非常轰动的 大家来到这里就是一家人一样的 就是一个心来的 医者人心融入了佛家慈悲 这不也是一种入室传法 台新闻 真善美之工 土瑞喜 刘嘉天 刘辉 美国报道 一群台湾慈心利用暑假 和中国大陆的青年志工 在四川成都 举办了梦想起飞乐学营 参加的对象是 前进慈祭小学的41位学生 而对这一群年轻人来说 他们体会复出的欢喜 也在复出当中成长 学习了承担 只要心中有爱 我们就不遥远 现在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一定要把自己调整好 哥哥姐姐的帮助下 在课堂上 她都非常勇余地发言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 既想爸爸妈妈又不舍 和哥哥姐姐分开 五天的暑假营队 大人小孩满怀收获 由来一群青年志工 事前不断杀盘推演 一二一二一二三三 七彩祥宇为我嫁 盖世一首朝你来 精心准备的课程 最先被鼓舞的却是自己 我就像一般孩子一样 就漂亮这样去 然后 然后我心里飘到此气 正在被我们的生命 我会加油我们的承担 承担让爱不分彼此 用生命去感动生命 就是没有想到 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接触多久 他们就感觉走进了我心里 我也感觉走进了他们心里 马来西亚马六甲 有一位肾脏病友阻隔飞里 曾经饲养各种鸟在贩售 一年前在志工的劝导下 他放弃为鸟儿配种 也愿意游婚转速 身心灵都更加健康 鸟儿种类繁多 模样可爱 但也容易造成住家环境的问题 为了生活阻隔飞里 养鸟卖鸟二十多年 但在一年前 他却放弃再为鸟儿配种 从原本的五百多只 只剩下一百多只 收入也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为了预防他的生病更恶化 志工进一步鼓励他如素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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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成功了 他就可以接受祝福 降低欲望 保护身灵 身心灵也会更健康 当然新闻 吕佳佳周一级马来西亚报道 再回来关心台湾的消息 基本工资调涨 服务业首当其冲 尤其台湾超商密度高 需要24小时营业 人力的成本负担更大 有公司就引进了拼装式的 无人智慧商店 扣除大量神社成本 商品的定价可以比超商便宜 大概5%到7% 拿起饮料直接走到柜台 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完成结账 五六平大空间 没有店员全要自己来 看准无人商机 台湾科技公司与对岸零售品牌合作 首创能够自由移动的拼装智慧店铺 因为省下人事成本 商品定价比一般超商还便宜 搭上科技风潮 量饭业者也在今年4月 推出自助柜台 考验民众消费习惯 以这间量饭店来说 以往传统柜台 每天就要轮班6到8人 现在店员以辅佐方式帮忙结账 人力省去一半挪往店内服务 遇到节庆促销档期 就不必再多花钱请公读生 相关工作随着基本工资的提升 可能变成像无人商店 甚至在这个FinTech 金融科技的部分 也会导致一些像超商 变成无人商店 或银行变成无人银行 相关的一些服务业的人员 或者量饭流通业的人员 可能有被裁员的一些危机 看着镜头 透过人脸辨识进入店内 台湾超商两大巨头 也纷纷投入智慧门市 虽然基本工资调涨 人力成本不一定省更多 但想要留住顾客 就得比谁更有缺头 带来一些文章神巡航 特别报道 司机r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